在巴赫姆特连环炮击声中 孩子可爱面容 藏着不为人知的悲伤秘密 三岁小男孩因为天天听到恐怖爆炸 压力太大 到现在都还没学会开口说话 但俄军显然不希望乌克兰人过着平静生活 玻璃炸碎 两名男子狂奔避难 2022最后一天击辅一间饭店遭到飞弹袭击 爆炸瞬间画面现在曝光 而CNN报道俄军另一种轰炸武器 伊朗无人机其实藏满美国零件 不知美国炸死乌克兰无辜平民的无人机 竟然也有台湾零件 另外继爱国者之后 美国下一波军援会给什么 拜登似乎有答案 布莱德雷战车是美国陆军现役军备 余带移动但比坦克轻 除了可以涉及最多还能载十名士兵 如果确定原屋能帮助乌军地面战 更迅速调度 TVBS新闻众共同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